你好 欢迎收看1月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贵 吉安乡在112年1月2号举行亲近家园申请建走活动 32支环保志工队在新年开始适施力行环保 同时也表扬了现运还有宇文竞赛优胜选手 以及感谢现议员建议款的补助 吉安乡公所还发送了国旗背包及打扫用具 希望所有乡亲都可以爱国爱家也落实环保亲近家园 新年第二天天空一样下着雨 但不仅民众热情 大家穿着雨衣 穿着雨伞 齐聚 南华国小 要参加吉安乡公所举办的新年升旗见走活动 乡长游淑贞感谢1000多位环保志工 在社区尽力维护家园亲近 也感谢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打造幸福吉安 看到了我们34队所有环保志工队的代表 34队的志工队 谢谢1100多位的志工 为我们承担你大街巷弄邻里的社区 所有的清洁工作 让吉安乡获得了我们亲近家园 够出兵 捷径环境的第一名 谢谢有大家 今天也看到了我们所有的社团 邪情 名利 以及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来共同的迎接112年的开始 我们相信升旗带来了我们所有爱国 爱家 爱社区 爱我们 大家互相的协力 为我们新的一年开启了崭新的服务 新年升旗见走活动还表扬了现运的优胜选手 还有宇文敬在的优胜选手 同时也感谢先议员建一款补助吉安乡各项建设 10点整升旗典礼正式开始 立委傅坤旗也抵达现场 和大家一起高唱国歌向国旗敬礼 接下来由专业的健身教练带领热身操之后 建走活动正式开始 大家沿着甘城步道 初音自行车道散步建走 全长3公里多 非常轻松惬意 相公所也发送了国旗背包和打扫用具 希望所有乡亲都能够爱国 爱家 也能够落实环保 亲近家园 建律会既然相报道